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啊我是周期末 我是忽兰 我们今天给大家玩一个小游戏 嗯快问快的 这个去年也玩过也玩过 打游戏老套路 老套路 嗯谁先问呢 那我来 行第二次参加脱衣秀大会 心态有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第一季非常的大起大福 啊所以现在我已经把我心情修炼的非常的平静 对少招惹别人就 嘿嘿嘿嘿嘿嘿 是男人你就站出来胡兰 嗯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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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也不是没有学到这个道理是吧 对啊 你讲脱口秀的时候想打嗝怎么办 不会的我觉得就是 就就就你你你站在台上我觉得完全会忘记这个事情 不知道你是啥感觉啊 我觉得他台上打个嗝没准也挺有效果 哈哈哈哈 没准有一灯呢 嘎嘎出来啪 这个好 这个好 也是个办法 你平时都喜欢听什么类型的歌曲 民谣 民谣 啊 就平静一点 你也招惹别人了 你被别人招惹了 对 很不平静 在脱口秀大会认识的最有意思的人是谁 我感觉成禄特别有意思 谢谢 就是成禄是那种私下里我接触到的脱口秀演员里 他是说话特别逗的人 比我们的感觉记性能力多好强 对 随处都是梗 上台也这样就好 卡掉 你少补这一句就好了 我都说了不招招别人了吗 今天 你觉得喜剧圈 说唱圈 数学圈 哪个圈最让你着迷 还是喜剧 数学都忘的差不多了 说上你就很上头 很难着迷 但是大家 大家很让大家着迷 很让大家着迷 甚至比你的喜剧更让大家着迷 不上了不上了 绝版了 好感谢大家 小蕾谢谢大家 小蕾谢谢大家